赢钱让赢四跳出圈外 与如何处置商鞅无关 老士族有多残酷 将来他们的罪过就有多大 让老士族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于是下书 如何处置商鞅 你们开朝会商议决定吧 我有事就不参与了 朝会上王氏据礼力争也无济于事 甘龙老儿弥坚 百折不挠 庙堂论战车列商鞅 车列乃天地骨形 即五牛分尸矣 此行出于羽地诛杀共工 故用五牛之车先列身体 千百年来此行未常见于人世 行于商鞅 正可一息天人之怒 迎刺下口书给甘龙 定型商鞅 这事你说了算 此口书不能录入国史 不得有任何记录 这道口书不记录不入国史 派于年龄最大的老内史 口书甘龙 定型商鞅 交由太师府和庭卫府 共同一决 而后乔庄特使 大御私会商鞅 商君 赢四来了 商君你胸怀四海 今天弄成这个局面 我也是骑虎难下 如果我请教你国政 还肯教我吗 商鞅表示 我若对你没信心 也不会自请铃鱼 你若对我没信心 也不会涉嫌激乱 小小个人恩怨 不足挂齿 有啥你就说吧 请教一 你走后老士族会在哪里作乱 答案 会借助外力一渠作乱 一渠不足 我只掠知一二 不熟 清宫只需将此图交易 赢钱车鹰 提醒他们 除恶务 请教二 你走后 谁来代替你 答案 文用处理级 可做上大夫 武用司马错 可做国卫道上将军 开赴丞相 没想好 你就放眼天下去找吧 请教三 你走后 我如何对待 公博赢钱 答案 让其参政不可有实权 但要重用其子女 他就不会生事 赤公博赤 非商君 养之迎前 迎前之养 两两相知 迎四如此老成持重 商鞅也深感欣慰 最后迎四问商鞅 可有事相托 身前身后了无一事 商鞅此言 令迎四动容 敬酒跪拜 为商君送行 命御令 安排商君 驻山顶关属 方便看到 祖国的山山水水 并要好酒好肉伺候着 行刑当天 商鞅缓缓走上行刑台 被一簇荆棘挂住了白袍 看来他还有牵挂 行刑前 老甘龙得意洋洋地问商鞅 有什么话说 商鞅说 老甘龙未央 虽死有生 而得虽生有死 民众万分悲痛 纷纷前来祭典 车鹰按商鞅嘱托 把盈狱交给玄琪 进行开导 刑场上突然飘起白雪 白雪一袭红衣 款款走来 两人了无牵挂相约 三生相聚 共赴皇权 杨秀 小弟先去了 公元前338年 秦孝公死后的当年 商鞅行车列之行 走上历史祭坛 商鞅变法 开创了战时的法治社会 既有鲜明的历史缺陷 也有着深刻的历史内涵 久远地影响着中国的历史 上扬之死并没有让秦国安定下来 相反 旧士族阶层掀起了巨大的复辟浪潮 商鞅变法 以及秦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如何抉择 决定着秦国的命运 大秦帝国之裂变 全聚完 敬请关注第二部 大秦帝国之纵横 本集完 欢迎大家订阅评论